那么看完了我们的DifferPatch以后 我们说DifferMini完了以后呢 就是轮到我们的Patch了 DifferPatch它各自单中的角度不同 我们打比方说 在我们Lilis中间 很多的程序它都是由系语源 或者是别的源代码的方式进行发布出去的 在客户端的话呢 仅仅需要去编译一下 我们可以看有两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呢 是我们的开发者Developer 假设我们开发的一个软件 是一个炒股软件 Stalk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发行的版本是1.0 这个光盘的方式 借此进行发布出去的 大概要2.7G的容量这么大小 最终用户的话呢 它拿到的第一批用户啊 我们最终用户 第一批用户 也就是我们的EndUser 一批 那么呢 它可以在你这里买光盘 所以呢 它直接把光盘呢 就拿到手了 但是随之的话呢 你的软件做了一些补丁上的升级 我们会把这个Stalk 升到了一个版本 比方说我们把它升到了1.2的版本 或者我们直接把它升到2.0吧 升到了2.0 那么2.0的版本里面呢 去除了一些bug 增加了一些新功能 整个光盘呢 差不多还是2.701G左右 由于你的升级 就会要我们的最终用户 进行一个更新补丁 那么怎么去做呢 如果你把这2.7G的文件放在微博网组上面 提供用户下载 这样就最好不够了 但是呢 2.7G的文件 我们最终用户要下到本地 他也需要用新的炒股软件的话 下2.7G 首先一个客户端就要传2.7G 2.701G 那么100个用户 1000个用户 你的服务器就会 吞吐很大的一个数据文件 而且我们的用户下载2.71G 也不是说一下就可以下完的 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方案的话 我们否决 怎么样才能够我们的快速性升级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将两个原代码进行 Differ差异比较 找到其中有哪些行 各自不同 我们做一个1.0 Upgrade 1.1的补丁出来 升级到我们的2.0的补丁 那么这个补丁 它驾驶有80兆 但是相对于2.71G 它也是相当小了 最终用户的话呢 他只要去 把这个补丁下到手 加上原来的光盘 我们这是1.0 升级2.0的 那么呢 跟原来的光盘 这个时候 我们打补丁的方式 打补丁 就可以生成我们说说的 2.0的版本 所以这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会有Stalk 出现最新的版本 3.0 3.0的容量 我们又可以去升3.0补丁 这时候给大家一个思维 3.0到底是 拿1.0来做差异比较呢 还是拿2.0来做比较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我们的 因为录屏的原因 我们是拿3.0去跟最近的一个版本 来做比较 生成一个2.0 upgrade 3.0的补丁 又提供用户下展 这是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就开始的时候 under user 1撇 他买购买的是你的1.0的软件 之后的话呢 你有新版本的时候 你会发展新的用户 这个时候有under user 2撇的用户 1.0的用户 他要升级到3.0 他只需要去下一个1.0 升级2.0的补丁 先把它变成2.0 再去下载2.0 升级3.0的补丁 那么就把它升级到 我们的3.0的版本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under user 2撇 他也可以只要下一个补丁 就可以升级 这样的话可以让用户 进行选择性的升级 但是如果是说 你的3.0是基于1.0来变化的 那么你必须要 3.0再基于2.0 生成一个补丁 这样的话就是多余 如果我们有10个版本的话 就会两两之间各产生关系 那么你的补丁文件 就会演化缭乱 让人家不知道 该怎么去处理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 用户只要找对应的版本 升级到下一个版本 就可以了 如果相差版本过多的话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升级 这就是我们所看的 differ patch 原理上的讲解 下面我们就来用一个 实验来模拟 首先呢 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夹 我把下面的文件 统统给它删掉 接着呢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 来模拟我们的角色 developer 再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under user 来模拟我们的 最终用户 紧跟着 我们先到开发者这里去 根据我们现在所学的指令 我们随意的用一个帮助文档 进行一条过滤 生成我们的软件的版本 比方说叫做stock 1.0 那么我们再把它呢 备份一次 copy stock 1.0 变成stock 1.0的备份文件 我们把它叫做原始文件 original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第一批用户啊 它就是从我这边拷贝过去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stock1.0呢 拷到最终用户这一端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最终用户呢 也有我的相同的版本了 下面就是我们要来生成布丁了 我们可以通过VM 去将我们的stock1.0 某一些地方做一些修改 比方说 describer description呢 我们把它改成describer print改成printing 接着呢 这个地方呢 help 多加一个h 这都是我们的修改新闻 接着我再去删掉一些的用 比如说把这一行删掉了 我们再挑一行 把这一行删掉了 我们再挑一个地方呢 自己添加一些信息 我们回车加了新的一行 也加了一个新的文档 再挑一个地方 我们来加新的一行 加上一条新的文档 newline heal 这样整理做完以后 就像我们把这个版本呢 给它改了 现在的版本就不应该叫1.0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做什么 改名字一下 改成我们数数的 稍等一会啊 小写 命令是小写 这时候我们的版本呢 就不是1.0了 我们可以把它称呼为2.0 那么我们不在这个里面 就会有两个文件吧 一个是最原始的1.0的版本 一个是2.0 2.0的版本呢 如果让用户直接考过去 固然可以 因为你现在很小的一个文件 但是我们不这么做 而是找出它们的差异出来 前面所学的differ meaning 可以实现差异 那么我们呢 需要将我们的老文件 原始文件放前排 而我们的新文件放后排 来生成一个补丁 而且这个补丁 还需要加上我们一个U开关 unified 作为一个统一的补丁格式 而该补丁格式的话呢 就不像我们前面一样的 你可以去读懂它了 你像我们现在的话 可以知道 哪里哪里之间 发生什么一个变化 比方我们所看到的 11 12行 跟对应的11 12行 发生了改变 这个是describition 你是describer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 differ meaning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加上一个U开关 U开关的结果 大家看到的情况下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尝试 把它去解读了 因为U开关加入以后 这个文件 我们就是把它 重定项方式 叫做1.0 upgrade 2.0 升到2.0的 这就是我们的补丁文件了 好 该补丁文件生成以后 开发者的事情 也就全部做完了 我们回忆一下 怎么形成三个文件的 第一个 我们生成一个原始版本 接着把一个1.0 修改了以后 修改了把它改成2.0 接着呢 再把原始版本 跟2.0 生成了我们上面的差异 加U开关 注意这个U开关 一定要记得 是unify格式 那么开发者呢 他就把这些补丁 公布到网上面去 我们现在切换到 最终用户的目标 现在我们就回到客户这一段 客户这一段的话呢 他现在的软件版本 肯定就是跟2.0不同了 何一件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differ命令 将自己的stock 1.0 跟开发者的2.0做比较 如果只要有输出的话 就代表着说 这个两个文件不一致 什么情况下 叫做一致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一个文件跟自己再比较一次 通过WC统计行数的时候 是零行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件 跟自己的文件一模一样 找不到任何的差异 所以输出是零行 这就是我们编程角度 来认定为两个文件 虽然字节数一样 但是内容是不是一样的方法 好了 现在我们追踪客户该怎么办呢 你首先第一步 要去微博网站 就是从我们的开发者的网站上面 去将1.0升级到2.0的补丁 往本地一考 这种指令就是考过来了 紧跟着的话呢 就是打补丁 打补丁的命令是patch 我们可以利用管道的方式 将一个补丁读进来 而且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加上b开关 b的开关的话呢 叫做backup 它会将你的文件先评备份 如果我们打补丁不成功的话呢 你还有一个备份保留着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操作 patch 接着的话呢 我们使用backup的文件 去将当前的1.0 去读目前我下载的这个补丁 紧跟着 我们原来硬盘中间 有两个文件的 一个是原始版本 一个是补丁 但是这样做得完以后呢 我们看到有句话 正在打补丁patching file 紧跟着 我们的硬盘上面也多了一个 OIG的文件 这就是原始文件了 而实际上这个补丁已经打成功了 我们现在不再是1.0了 应该是称呼为2.0 可以见的 我们拿这个文件 当前下的stock 1.0 去跟开发人员的stock 2.0比较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统计下行数 行数为0 就说明是一模一样了 而去跟我们开发者中的1.0 原始版本做比较 这时候屏幕上面就会有差异了 就说明了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1.0了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大家平时所用到的 备份中间的 差异的比对 以及了 我们开发人员中间的 生成补丁 打补丁的方式 好吗 这个实验的话呢 请大家用画图的方式 去将我们的图进行理解 大家可以看这份图 我们再回归一下 一个软件 变成另一个软件的时候 可以把它的补丁生成 补丁的生成的 这条指令是靠我们的differ命令 我们把颜色切换一下 differ找出来的 而且要加上高预优开关 客户端有原始版本 下一个补丁 是靠parch来进行打补丁的 最好是加上b开关进行备份 好了 下面请大家将这部图的实验 多做几次